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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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個男生在學校戒手 被老師發現報案 問題是這家學校上個月在五月份有個17歲中五男生 我們通常就盡量不說新聞 因為很多主流媒體都不說 免得好像傳染病一樣 但今天我們看看教育局購入的數據 首先在過去一個月 剛剛在六月中有兩個大學生 在11分鐘內才有兩所大學墮幣 我不知道是一個香港大學 一個浸會 還是我真的不知道 昨天立法會 教育局透露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後他們弄了一個三層機制 在學校說老師又要注意什麼 第二次發言的時候就轉介了什麼 第三個機制就動員了什麼掛部門 報了一些數據出來 原來 第二層機制是69宗 第三層機制是168宗 最少發現了237宗個案 有5宗是認為緊急個案 就這樣看 起碼有5個人的機制 緊急個案 但是呢 你就這樣看 第二層機制是69宗 第三層機制是168宗 第三層機制是比較強橫的 是跨部門去聯絡 支援的 為什麼第二層反而少人一點呢 我也不在分析了 因為我覺得 很多學校看到他的位置 因為他直接跳過第二層 支援力不夠強 但是那些都不跟我今天說 因為我不熟悉這個議題 而是問題是為什麼仍然還有那麼多學生 237宗 問三個句 阿東 肯定 即使是什麼機制 怎樣也好 他肯定發現不到全部的危險性 你們的老師 校服有多少 為什麼發現到的 最少 四個月裡面都有237宗 情緒極不穩定 甚至乎可能有自殺傾向 一定比這個數字大 所以就是說 很大件事 這些才是 我們的社會應該關心的話題 但是現在媒體又不同 以前有蘋果 立場 也沒有反對派的議員 雖然關心是不是能夠做得多很多事 我昨天講過 我有個網友跟我說 因為他的兒子有些情緒問題 看精神科 精神科醫生跟他說 只是這兩年 他說 青少年和兒童要看精神科的 是以 600、700、100、1000%的身價 已經不收成年人的精神科 因為已經不夠做了 那為什麼那些小孩會禁止什麼呢 情緒 好啊 很簡單 其實你一直都有 這些問題就是一直都有 你沒有去解決的 沒有解決過越來越嚴重 現在和這個社會 你要知道 所有的社交媒體 各樣各樣 其實會導致到很多很多精神的問題 心理的問題 社會複雜了 你根本上現在那個社會福利的架構 就是精神科 或者關注小朋友的精神健康的架構 你根本從來都沒有增長過 從來都沒有進步過 那你跌不跌跌 那你現在這麼多扭曲的社會現實 那你家裏 說真的 你雙親 如果你真的要上班那些 你哪有時間 扔給工人照顧 扔給阿嬤照顧 阿嬤都不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 他怎麼幫 扭曲的社會現實才是麻煩的 是啊 小孩子是絕對比我們認為 他更敏感 我們認為他未必懂 其實是比我們認知的 他是懂得到很多東西 沒錯啊 而在學校得到的答案 跟他眼見的 是這麼大分別 即是你的老師講一套 他在網上看另一套 全部說法是相反的 甚至有些老師 有些老師 譬如我這樣說 以前我們讀中史 我們的中史可能會監察到 民國那樣 就不會讀下去 四九 但是呢 尤其是有些老師會保衛 或者傾閒計 六四的時候是這樣的情況 你現在不會說 三年零八個月 你都隨時被人 那又不應該不會吧 不是啊 如果跟主流說 14年抗戰 所以這個問題 你說 這個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這麼多小孩子 家裡有能力 送到外國 最恐怖的 就是很多隱性的精神問題 隱性的 有個小朋友 我家裡也有個16歲 你也知道 很多事情他不會說出來 選擇是不說的 你不說你不知道他會想什麼的 他可能會不會說多一點 跟我說多一點 表面上他可能正正上場 但實際上他在面對很多事情 你也不知道 他不是說 天天和你一起吃飯 就等於沒事 不是的 所以這些都是 如果你說 說回解決問題 你做父母的 一定是要多一點 多一點關心 最老套就是這些 多一點關心 給多一點愛 也是這樣 多一點跟他 道理也不用說那麼多 多一點跟他一起聚 對 我現在做不到 是 但是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小時候出來做事 都做小頭目 例如我20多歲 會有一班 十多歲跟著我 永遠都是這樣 因為我做小頭目 我留意了很多年 其實很多年前 我發覺 說30年前 他未必特別聰明 但是你發覺 那些正面一點 不要每次都負責 什麼都說不行 或者是 跟他的年輕人 一般來說不一定 但我自己接觸一點 他的家庭生活 是比較正常的 不是說去到什麼 就是TVB那些劇 那些媽咪 那些都不是 但是真的家庭關係 比較正常 例如10月6日 他們會跟老爸媽 行山 喝茶 那些人會有很多人 他會跟老爸媽說的 他們會跟老爸媽說的 是相對的 他們會樂觀一點 精神會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 差很遠 昨天 陳朗昌晚上 就出了一篇 就說 關於六四採訪 OK 然後 他認為 警方是無裂 沖擊防線 警方晚上 又 出了一個版本 又說 不是啦 他當然是沖擊防線 等等等等 不要說那麼多 立刻 看那些片 又是有 大紀元 Channel C 很多其他不同的媒體 拍了那些片 還原 OK 我不知道警方 跟著 再會有什麼行動 但真的令人很深寒 首先 6月4號晚上8點半 大紀元就拍到 Channel C也拍到 陳朗昌 OK 在採訪的時候 跟警方口過 他說 警方阻礙著 拍攝 警方開咪 就大喝 陳朗昌第一次警告 你再衝擊防線 我就抓你 當時 拍到一個新穿 白色警察制服 披上戰術背心的警司 用右手 拍一拍他 然後就跟他一起後退 好了 跟著幾秒之後 當他們後退到比較少人的時候 旁邊 就突然有一個總督察 用咪大叫 不要過來 而那個拍拍他跟他一起 退後的警司就變成 你不要再推我 OK 這些就全部 被記者拍到 而那個總督察 就說陳朗昌 帶頭破壞秩序 陳朗昌文言 掉頭 走出警方遺棄的鏟帶 用八個幾下 好厲害 跟著就 向圍觀的人士解釋 好了 那麼 阿星哥呢 晚上呢 就在 Facebook 上發文 他說記協聲明 是有執委提出 再經執委同意 才出這個聲明 他沒有參與贊社 也都沒有投票 也都沒有要求 Channel C 就事件展出片段 他只是 因為不想牽涉兩個機構 但是記協出聲明 Channel C 他拍到 就原汁原味的播 他說 星哥說不能夠否認 那晚的確令我很震驚 他沒有想過 在大庭廣眾眾目規規底下 原來變變可以變得那麼快 本來是溝通之手 原來是羞辱你的前走 他益述一下 大家信哪一個 大家去上網看片 陳朗昌當晚跟另一個記者 記者進行直播 好了 跟著輔助說明 各位網友 現在是六四 維園就是這樣那些 他說當時 有一個女士被橙帶遺風 他當然會跟那個記者 有一個女士 跟他大約是幾米 有一個女士被人遺風 去拍 記者來的 在這個時候突然有南警 的聲音說 大一點 跟著 又有另一把女警的聲音說 吞口一點 麻煩 大一點的意思 我猜到 然後看到你把那條大 橙帶 向著阿昇的方向 推 他們想擴大那個 那個範圍 好了 陳昌呢 陳朗昌 不是陳昌 就說 喂 正在做事啊 推近不到後 喂 別推啦 你們 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有記者 嚇到他們 衝突位 不要推 他說 喂 因為後面有很多人 不要推 他說 在那個時候 陳朗昌表示 警員不斷 也都叫 喂 你們不要推記者 不要推記者 喂 但是呢 其實現在正在推 你們兩個變種 然後 突然間有個警員 搭著 他的肩膀說 喂 阿昇哥 合作 退後一點點 陳昌 陳朗昌就說 退多少 退後兩步 於是陳朗昌退後兩步 他說當時 他已經退到在東國杜順光門口 看看那名被捨查的女士 的情況 他說如果 要是留意著那個女士 他被放行的 他就想問他 你又試什麼事 他不會的 已經退到在東國門口 但是這個時候 突然間 有人來拍一拍他 其實就是 剛才說 拍一拍他 他說 喂 退後兩步 那就退後兩步 突然看到一個總督 拿錯咪 就說 喂 喂 陳朗昌 你不要衝擊 警方防線 他當然覺得很激動 我記得衝擊警方防線 他說 退後期間有個警司 人群走出來 跟他說他要退兩步 還要排他肩膀 他必須有衝擊防線 於是陳朗昌貼文 就說 他以為警司 會向總督 插同事解釋 他沒有衝擊防線 因為當時那個警司 態度有善 誰知道 那個警司由搭肩膀 突然脫了 脫了 我突然變臉 接著那些我不再說了 陳朗昌說他很心灰 沒有意欲再薄 中目睽睽之下 為何會這樣 他本來想投訴 但是一想起高院 在2020年11月中 裁定出現兩個警隊 出現有些 警隊兩層投訴機制 都是 監警會 投訴過了 未能夠有效地履行職務 他說 他都決定 繼續等 等一個 可以人的有效 符合法律精神 投訴機制 才再投訴 你們會相信誰的 就是大家看片 Channel C有的 大紀元有的 我其實都想像到 所有的畫面 你有什麼看法 沒有看法 有什麼看法 其實有什麼看法 就算看了片 是啊 他有什麼看法 他是變臉 你想想 以前你回答到 人書局那件事 百多人在搜尋 喂 阿Sir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搜尋 不關你的事 這樣就可以了 是啊 是變臉的了 我覺得警隊 我們要平衡一點 就是 跟規矩 大家客客氣氣 記者做事 對吧 你經常 好像是超過人的記者 問他 我們盡量會不會有什麼 我們一些自由 少有都沒有 可能不是我這樣說 但是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這樣 當晚我有在現場 是 我去銅鑼灣吃飯 老上海 沒有吃飯 很好吃 還是很好吃 唐街那裏 是 我拍了車在天后 也需要走過去 我沿途 有看到 其實就有很多的 香港人 市民 進去維多利亞公園散步 也有同時 有參加同鄉會那些 也都在同一現場 其實相對 全晚 我那個時間大約是 6點半 7點 至8點 就是這段時間 很平靜 其實整個維園區 就是銅鑼灣 非常多警察 好像打仗一樣 但是就是警察 監視乎也有 監視乎也有 也有很多防暴 等等 周圍的警察 其實你問我 如果我是遊客 我會害怕的 我看都是有遊客 因為有 他都不害怕 他們不害怕 那些遊客還看到 為什麼這麼神奇 無論大陸的遊客也好 外籍的遊客也好 做什麼事 我還看到有些 車他們來的司機 說 今天是特別留職 所以唯有借鞭 沙車 但是沒有關係 下來的 美關係的 身光頸領 都說 沒問題 其實相對很平靜 此其一 我看到的事情 第二就是 有什麼推法 香港現在 就是這樣 你還拘來於你 有沒有推他 有沒有撞 浪費氣 其實我可以報到新聞 你不用說那麼多 根本上我不會補充 因為 沒有說的 真的 沒有話可說 第三 我繼續在現場 採訪的 無論網媒好 主流傳媒好的記者 是致敬的 起碼你把現場的氣氛 叫你出來 很多人 你不能夠膽去銅鑼灣 又怕危險 又怕我老婆都說 你不要去 有什麼危險 有什麼危險 我吃飯 逛街 逛公園 還在說什麼 你自己 就已經害怕了 幸好還有一些網媒記者 拍到現場 好像有很多人 很多警察 很緊張 問題 我不知道 不論是國賊 還是港賊 國賊都相似 你給我 我昨天說過 我給你找人來搞 其實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一個六四 一個六四燭 香港會不會100 很多分 做多少個 換你 你又不會有什麼事 而當今政權 其實也不是很關他事 說真的 你就換來緩衝了很多東西 所以說學點不學點 香港有時候 就變成了好像大陸的 大陸的廣場 就是這樣 好 那一則新聞 其實都不值得說 楊何培恩 在立法會被人 被葉劉 屌去私上僵化 為什麼呢 他被問及到 公務員的房屋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公務員 除了現任公務員 可以排屋 退休公務員 你要安排公屋的話 不同等級 有些不同的安排 但是建不設公屋 給那些退休公務員 於是 退休公務員 就不能夠在公務員 宿舍 騰空 於是 那些公務員 不能夠輪候 立法會議員 包括吳秋北 就說 有沒有考量過 去大灣區賣樓 給那些公務員 特別是退休公務員 住上去 或者是邊界工作的 建設公務員住上去 楊河培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就說沒有這個考量 被一眾議員去攻擊 包括陳家沛就說 大灣區一小小生活圈 認為當局應該先調查 公務員意見和研究再作決定 不用那麼快落閘華木計劃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想撒鞋還是怎樣 說真的 這次我很支持楊河培恩 是不是很龐大的開支 我不知道 你是買都不是現在買的 說大灣區的樓 當然現在買 神經病 未有拿 當然現在買 政府買 政府當然現在夠市 大佬 他們就想 這班議員就想 是未有拿 正如我工廠去買 托市 我覺得如果托市 你自己 要想著這樣 獻味 獻味 是啊 你們看著自己 為何要買的 現在買的 再貴一點才買 他們的老友 早幾個月 買了一堆香港樓 很開心 買了一堆香港樓 現在就像他糟糕了 所以 將警察宿舍搬去大灣區 真的 又這樣說 他說要調查有多少公務員有意向上去 需要調查 我跟大家說 你真的這樣的時候 是不會有人上去什麼 是啊 問你當然不 大家沉重就知道 是不是 另外 有新加坡傳媒告到 有個大陸 女人 33歲 扮香港學生 22歲 過去新加坡 做雞 結果被人 賣了 因為用這個 假的特區護照 其實我真的很奇怪 這件事 我不想說 這件事是怎麼說的 她是一個來自內地 33歲的女子 程雅君 她有一個朋友 叫小毛 女性朋友 小毛跟她說 她說有個大陸人 本來想 找小毛陪她去新加坡 旅遊 說給他20萬人民幣 其實真的好看 你找到錢 找個女兒 給你20個 去哪裡玩 小毛不想不閒 就叫程雅君 你不如 冒充一個22歲的香港女學生 為甚麼要冒充香港女學生呢 可能是因為小毛 跟這個 大陸男人結交的時候 你也知道是網上 很多時候 都是用大陸女學生 香港女學生來做招 不然沒有必要叫 程雅君 扮香港女學生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大陸客 她當然想試香港女學生 大陸吵過名字 你香港人 很爽的 今時今日 香港人 我不知道 我們不是那些地方 強哥 其實 你大陸妹 八九的 這個陀地 二千 香港女學生是比較淺 其實不只是錢的問題 比利哥 據波子強跟我說 有些人 他們是 精神百倍 本身 你這麼有錢 屁股很多女的 不是說大陸 說香港本地 這條女是香港 陀地的學生妹 只是陀地學生妹 這五個中文字 她們就精神百倍 她們拿了證出來 進入中博大學 然後她一邊坐地 嘔嘔嘔嘔 嘔嘔嘔嘔 嘔嘔嘔嘔嘔嘔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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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精神百倍 是這樣的 有這樣說 不是比錢的問題 你們去日本 搞日本妹一點 在香港的名字大 現在我找到香港女孩子 美麗女學妹 多三妹 而且她有一想 你老母 出去 讓人家養到女兒那麼大 對 這兩千元就能玩到 自己都能繼續生活給這個年代 所以為什麼20萬 但是小毛沒有空 於是就叫我一名大帽 他扮香港女學生附約 兩銀評分錢 然後小毛 我又不知為何 就準備了一本假的香港護照給他 安排了一個新的身份 叫劉宇 為什麼要給我假護照呢 其實假護照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給我男生看 我真的是香港女生 好了 程雅君首先乘車從深圳來香港 沒有問題 接著他就飛去新加坡 他就用大陸的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就入境去金沙酒店 都沒有問題 那應該是約在新加坡的 大陸的男人見到他 就給了5皮人民幣去銀行戶口 然後他當晚在酒店過夜 然後這個客人就說要帶程雅君上郵輪 為什麼呢 打算去巴探島 就是人來去玩 但是他用香港假護照 就打算用假護照自動通關出境 就失敗 其後用真護照 展示真護照 要是你失敗 要是你覺不到 還未打 那些海關過來 他們說 不是 我有身材 你現在的程雅君 這個叫劉豫呢 就是這樣示範 這些真是衰黃舊 其實他用到大陸的護照 我對不明白 還是大陸進新加坡 他沒有搞過簽證 可能沒有簽證 他不知道要去印尼 他想到去新加坡 搞不定 沒有簽證 所以不夠了 好 但是證明 香港女生不用這麼賠 你始終值錢 說真的 不要說大陸男人 就算是港男人 正來講 我們想去大陸追女 但是如果老叫 駝腿真的比較貴 駝腿包都是比較貴的 但是一段時間 人們不是便宜貴 就嫌疑駝腿服務餐 的士 駝腿的士化 駝腿的士化 你知道嗎 駝腿收你三千元給你 他已經覺得逆了你 還要打車 又開球 要瘋了 那你就糟糕了 當然啦 你的問題就是 聽回來是相金的 問題是你不是 你玩得起駝腿的 三幾千元 就沒招呼 可能是有些年紀 普遍有些年紀 如果你是二十多三十歲 我覺得他就沒那麼困難 即是你說的女人 可能是那個客人 如果一二十多三十歲 他又未必有幾千元 去收拾一輩子 一皮啊 一皮啊 所以 但是 沒有啦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出去玩 那麼就好 休息一會